一不愿求彼诸妙玉,修行凡横, 于彼妙玉,尚如世观,犹如曲入,广大种种, 孔魏丑林,狂欲诸欲。 我们上一次,听讲到现在也很久了, 这个科判可能也记得不清楚。 我向前多说一点。 现在的文是菩萨地。 菩萨地里边第一大课是菩萨学果。 菩萨学果里边有分三大课。 第一课是持舍。 这里边在菩萨地开始的时候是有十法。 就是具足了菩萨地的大课。 第一法就是持。 在这一课里边分三课。 第一课是种性词。 第二课是发心词。 第三课是第三课scale巧分词。 第三课是在第三课5卷。 它的缺分词里边有分成三课。 一课是双肖处。 第二科是如是学 第三科是能修学 这是脚分子 一共分这么三大科 第二科里面如是小 又分两大科 第一科接前生后 第二科廖广分别 这个廖广分别里面 略分别已经过去了 第二科是广分别 广分别是从第39卷开始 这个广分别里面 分两大科 第一科是 就是六度四射 又分两科 第一科是别广 又分两科 第一科是六度 那么这个四度 已经学习过了 现在是戒波罗蜜 这个戒波罗蜜里面 一共是有九种戒波罗蜜 九种戒波罗蜜分三科 第一科是自性戒 第二科是一切戒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文就属于一切戒里面的 这个一切戒里面呢 分有真有识 解释里面分两科 第一科标列种类 第二科广辨差别 广辨差别里面分三科 第一科是戒相的差别 又分两科 第一科别是三戒 别是三戒里面分三科 第一科名戒安吏 这个戒安吏里面就是律于戒 十三法戒要有情戒 绿于戒这个名戒安吏这三大科已经过去了 第二科是名戒安吏 戒安吏里面分两科 第一科种类 第二科别贤 别贤里边呢 第一科是驻律于戒 驻律于戒啊 现在可以看到了 第一科种类已经过去了 第二科是别贤 别贤里面分三科 第一科是驻律于戒 分两科 第一科是别变相 别变相里面分四科 第一科是不恋过去驻律于啊 我们从这里从这里开始 这是江禅忍着 就是江禅念的文字 向前 为诸菩萨 诸别谢 律于戒时 舍转轮王 而出家已 不顾 王位 如戚 草会 这个别变相里面分十大颗 第一颗是不练过去诸语 为诸菩萨 这是说很多的菩萨 诸别谢托律于皆是 三句境界 先说诸别谢托律于皆 这位菩萨他安住在 别谢托律于皆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什么情形呢 舍转轮王而出家义 这个菩萨在家的时候 原来是转轮王 他气舍了转轮王的富贵 就出家 离开了他的烦恼家 不顾王位 他不练着转轮王的身份 如气草惠 就像气舍一个草似的 像气舍污惠的东西似的 一点也不碍着 可见这个菩萨这个境界 可是有多么伟大 看这个菩萨记的文 转轮王者持有四种转轮王 或王一周或二三四 或王二周或王三周或王四周 于彼生时谁有所应 有铁轮宝或铜或银 或轮宝自然出现 这个轮王是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有铁轮宝或者铜轮宝 或者银轮宝或者金轮宝 这样的出现出现这件事 如异地说 像那个第二地 第一地是五十线地 第二地就是异地 这个异地是哪里 零本二卷四八页 在那里说这个 四种转轮王的事情 如有贫书 为活命故 弃下列狱 而出家已 不顾列狱 这的下边 举一个例子 来显示 转轮圣王出家的情形 比如说有一位贫穷的庶民 他为了活命的缘故 弃下列狱 他的狱的事情 是很下列的 他就弃舍了 出家来做弊球 而出家已 不顾列狱 出家以后 他不会回顾 爱着他在家的那个列狱 他不在想念以前的事情 不如菩萨清净异傲 舍轮王位 而出家已 不顾一切瘾中 醉胜轮轮王位 这个贫穷的人出家以后 他不留恋他过去的狱 那种情形 还不如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 他对佛法有清净的异要 舍轮王位 这里说清净异要 应该说 就是他发无上菩提心了 他有清净的意愿 意愿也就是意愿 他想要得圣道 得无上菩提 行菩萨道广度众生 他这个高尚的意愿 那么叫做清净的意愿 这是他没出家以前 他学习佛法的时候 达到了这个程度 达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 他舍轮王位 就是气死了转异王位 而出家以 不顾一切因中 他不顾恋那在因中的最胜 最殊胜的转异王位 这个贫穷的因出家 不顾列狱 我们可能会想象到这件事 所以用这件事来比喻 转异王出家的时候 他那个放下的情况 还超过贫苦的因出家 下这个批询剂 清净异妖者 始终不说乙正 净生异妖地 明清净异妖 这里说的菩萨的清净异妖 不是说已经得无神发眼了 他正无了地异地的 那个时候的清净异妖 不是指那个说的 所以不说乙正 净生异妖地 明清净异妖 唯求正此 故作事说 而这里面说清净异妖 就是这位菩萨 他还是在凡位的时候 唯了西求正如此 净生异妖 故作事说 所以叫做清净异妖 云和之言 怎么知道这句话是这样意思呢 由前能欲所谓活命 今之所欲 有所为亦 当之以尔 由前面说那个比喻 贫术 为活命故去下列欲 这是能比喻的 由前能欲 所谓活命 为活命故而出家 在家不能活命了 出家嘛 就云供养 所以就可以活命 是这样意思 今之所欲 就是所小欲的 转异妖出家的事情 有所为故 那就是 他初开始出家 当然这个时候 没得无声发言嘛 所以有所为 有所求意 当之也就像 像那个 也是这样意思 也就是在佛 这个贫苦的出家人 他出家的目的是 为活命 所以现在这个转异妖 原来是个凡夫妇生 现在有所求 求这个 敬圣医 现在得无声发言 是当之以尔 也有所求 要不而者 有道理相伟过 所以要不这样解释 在道理上 有相伟的故事 非正经生意妖地 以方舍伦王 而出家固 这个道理的相伟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这位 这个伦王 他已经证悟了地义地 成就了清净的圣医药 以后 方才舍转异妖 而出家固 那要是那样 那可以不舍转异妖 那就是 以转异妖的身份 学习佛法 广度众生 所以他现在就是没有得到精神意妖地 他去行普世道 还有所不足 所以他需要出家 需要圣道 那么这样解释了 这一段文是 不练过去族欲 是说这位菩萨 他不练着他以前的那样殊胜的 转异妖的欲 那么就显示 如果没有那么高的身份 那么你的欲 还值得留恋吧 有这个味道 有诸菩萨 诸律余界 于未来是天魔王宫所有妙欲 不生喜乐 这第二课 不惜未来诸欲 有诸菩萨 就是这些已经出了家的这些诸菩萨 出了家受了律欲界 就是安住在律欲界上 于未来是 就是将来 因为他现在能够住在律欲界里边 修小圣道 修小圣道将来可能 将来是什么情形呢 那么这会不是他自己的意愿 未来是天 天王的宫所有妙欲 魔王宫所有妙欲 不生喜要 不生喜乐 他没有这个爱照心 他没有这个心情 我将来生天 我将来生天就像天欲 将来就是说到 他画自在天宫 像魔王的妙欲 他没有这种爱照 看这个批律欲界 天魔王宫所有妙欲者 位如帝斯天宫 五欲众妙 甚可爱要 这个33天 帝斯斯的欢迎 他那个天宫里面的五欲 众妙 甚可爱要 为发 为发喜乐 他那个妙欲 使令他内心里面 只有喜乐 而没有苦恼 比诸天众 横为四落 千眼其意 比33天 那个天众 尝试为这些 这些五欲乐 千眼其心 他的心 就是老子念这些五欲乐 一度其时 来过这个 他的时间 他的时间就是这样过去了 是为四明天宫所有的妙欲 如有群有失地说 灵本四卷十七月说这件事 福有摩罗天宫 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摩 实在是 繁语就是摩罗 这个天宫中 他化自在天色 摩网是属于玉界顶天的他化自在天色 言处所高盛 受用 由他所化 足欲尘故 富贵自在 他化自在天的处所高盛 其余的玉界天 他所受用的 这个玉落 由他所化 由别的天所化 足欲尘故 富贵自在 四明摩公所有的妙欲 此于亲修圣善贫者 求欲超越 运摩 烦恼摩 使摩 三种摩使 得大自在 为作障碍 发起种种摩 摇乱四叶 顾名为摩 这就解释这个摩是什么意思 此于亲修圣善贫者 这个摩 他化自在天 这个摩王 对于阴间 佛教徒 亲修圣善贫 亲修 三世西道贫的人 求欲超越 求要圣道的人 希求能够超越 运摩 就是这个摄氏显示 的生命题 还有烦恼摩 就是爱摩 爱烦恼 见烦恼 还有实摩 这三种摩 三种摩 使得大自在 这个欲界天 这个摩王 对于这修行人的目的 想要超越 这三种摩的事情 他有自在力 为作障碍 他障碍我们修行 这件事他很自在 发起种种摇乱的事情 孤明为摩 当然这件事 就是只惯没有修的 合适 那就为摩王所摇乱了 一不愿求 彼入妙欲 修行凡横 前面说 发无上菩提心 受了菩萨界 安住在 律界这个菩萨 他不喜欢 这个天 摩王公的妙欲 是一不愿求 他修效圣道 他的内心 并不需求 彼入妙欲 修行凡横 他修行圣道 目的 不是求彼入妙欲的 于彼妙欲 尚如实观 这位 这位菩萨安住 律界的时候 对于 天摩王公的妙欲 尚且如实的观察 犹如取禄 说一个比喻 就像取入的广大的 孔位仇林 种种的孔位仇林 就是 稠密的树子林里边 是很可恐怖的 里边可能有老虎 还有狮子 所以 观察天 观察这个天欲 就像孔位仇林似的 旷渝如欲 何况其余的 还不如天欲的 那么他更不 不昏喜了 看这个皮群记 修行凡横者 此说正凡横求 一切结为求无漏界 这个凡横求 因为有的人是求欲求 欲求 有求 凡横求 三种求 现在说凡横求 什么叫做凡横求 一切结为求无漏界 就是 希求成就 无漏的界定会 卸脱卸脱之见 目的是这样 不求世间上的 明文立昂 谁夫能敢天魔妙欲 而非所求 菩萨修效圣道 作种种功德 他是有这个堪能性的 敢得天欲 敢得魔王功的 妙欲的 但是他不 他不惜求这件事 而非所求 那么这是 这一段文是不惜未来主欲 有诸菩萨既出家以 于现在是 尊贵有情 种种上妙 力养恭敬 正会神观 丧如遍度 称呼未着 下面第三个 不着现在诸欲 又发菩提心的诸菩萨既然出了家以后 于现在是 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 就是现在是什么呢 尊贵的友情 在这个世界上 大福德的 他们有种种上妙的力养恭敬 这些友情 对菩萨有力养 有恭敬 而菩萨对这个力养恭敬 你正会观察 他用佛法的 般若的智慧 观察这个力养恭敬 尚如遍度 诚不畏着 就像那个遍度似的 一点也不爱着这些事情 何况于 何况于 悲见有情 所有下列的力养恭敬 你更不畏着了 更不爱着这些事情 这个看这个批询记 也解释什么叫做遍度 尚如遍度成不畏着 未如断食 相为楚楚所设 这个断食 就是一断了一断了 像我们那时候用的言诗 正好就是断食 这个断食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就是相为楚 这三样 属于这三样所设的 这个断食 由相为楚于吞咽时 令生欢喜 由言而助 我们也用这些饮食的时候 吞咽的时候 心里面感觉到很可口 所以生欢喜心 由言而助 就是由眼招心 我们的心呢 住在眼招这个地方 世明未招 这个眼招是心所法 另外有心王 这个心王和心所在一起 眼招这个相为楚 要变兔鱼 变不明磁 你吞咽以后 这个肠胃的消化 它就有变化了 这个兔实在就是 排泄出去了 变不明磁了 相为楚山 以变坏骨 无福堪能为受用固 事故于此 不生 相为饶 这个疲愈也是很厉害 就是说 所受的这个力量恭敬 观察就是 犹如变度 我成不畏 这是第三个下面 第四个 常要远离 要读境处 要在众中 予于切实 心专远离 寂静而住 这是第四个 常要远离 不生喜诸 分两个 第一个是要远离 幼主夫社常要远离 他的内心欢喜远离 要读境处 这个要远离这句话 怎么讲呢 有身远离 有心远离 身心两种远离 要读境处 要是一个人居住在寂静处 那么这就是身远离 当然也有心远离在内 要在众中 那么这就是 身没有远离 而只是心远离 这欲切实心专远离 寂静而住 就是要读境处 要在众中 就是有着两种差别 但是两种差别都包裹在内 一切实 这位菩萨 他的内心都是远离的 在大众里面 他心里面也是远离 在独入境处居住的时候 他的心也是远离的 寂静而住 那么这看出来 他就是在大众里住没有深远离 需要有心远离 要是自己在寂静处单独地居住 他深远离而心远离 当然也有人 深远离而心不远离 那就是不合圣道 不相合了 看这个批行记的解释 常要远离至寂静而住者 远离有二 有两种 一是深远离 二是心远离 始终偏说心远离 这一段文呢 只偏说心远离这一种 与切实要住远离 不管是一个人在一处住 或是在大众里住 他心里面欢喜远离 四名常要远离 要独静处 位于深远离 是有彼不渝 在家即出家中共住 这个论文上说要独静处 这是说菩萨深也是远离的 这个时候有彼不渝在家人 和出家人共同在一起住 是杂住 独一 共享杂住 独一无虑 他不和在家人 出家人共享杂住 那么独 单独一个人 没有伴侣故 所以叫做深远离 要在众中 位于非诛深远离 要在大众之中 大众中 要住在大众里边 你那就不叫做深远离 要此二别 所一切事 包括了一切事 在看周菩萨 有这两种情形 有的时候 在大众 有的时候读书 分这么两个情形 要此二别 说一切事 远离一切言无无忌 所有作义 就是 在大众里住也好 一个人 单住 一个地方住也好 他内心里面 没有言无心 也没有无忌心 他内心里面的活动 是清净散发 没有言无心 也没有无忌 修习一切 其性四散 能引毅力 定地作义 他这个时候 他的内心里面 就是修习 修习就是两个方法 当然是戒为基础 利于戒为基础 一个修旨 一个修观 那么就叫做修习 那么这个 所修习的旨 所修的观 七性四散 那个体性 是良好的 有什么好呢 能引以利 能引出来 无漏的功德 或者是现在得到功德 或者将来得到功德 或者是福 或者是会 能引以利 定地作义 就是得禅定地作义 那么就是 前面的文曾经说 有四十种作义 或者说是 有四种作义 简单地说 有四种作义 利利运转作义 有坚缺运转作义 无坚缺运转作义 无功用运转作义 这四种作义里边 第一个是利利运转作义 这个利利这两个字 很有意思 这个利利 就是一个偏煞里边加个万 又加一个利 力量的利 利利 这个利利 这表示什么意思 是初发心 学习佛法 初发心 修小只观的人 想要改变自己的思想 活动 不容易 不是容易 你要特别地努力 才能把这个颠倒迷惑的思想 扭转过来 需要利利 在利利运转作义 这个利利运转作义 这里有什么意思 明白一点说 要守规矩 就是要守规矩 不能放纵自己 因为人的习惯 原来就是要放纵自己 会员间立了规矩的时候 就是不随顺自己原来的习惯 那不随顺这个习惯 你叫我随顺规矩很难 所以要立立 这个立立是这个意思的 我想各位自己也会想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假设现在的情形 我欢迎睡觉 早晨我饭都不吃 我愿意睡觉 睡觉精神好 做餐也可能做得好一点 但是要打餐期的时候 你醒哭了 因为打餐期的时候 不会是八点钟才是第一指向 一定是早晨三点钟四点钟 就是第一指向开始了 但是你原来的习惯这时候是睡觉的 你成了习惯了 但是这个时候违反你的习惯去静坐 很辛苦 很辛苦 那怎么办呢 就是立立晕转追 就是用枪牌的改变 自己枪牌自己改变过来 我天天要是三点钟我就起来 我不管你打板不打板 但是我这时候起来 起来我做一般的事情 也要去静坐 等到你打餐期的时候 正符合我原来的生活习惯 我不辛苦 不辛苦 睡觉这个事 我说过多少次了 所以为什么人家睡觉呢 因为你吃饭了 舍戒天上的人他不睡觉 因为他没有预料 他不吃饭 所以他没有睡眠这个问题 他们舍戒天上的人就是 就是入定出定这个事情 欲界以下的人都吃饭 但是天上的人比阴间好一点 那么他们不排泄 但是他们也是吃东西 所以他们也是睡觉 天上的人也睡觉 那么我们阴间的人也要睡觉 就是因为有欲 加上吃饭 你要睡觉 为什么要睡觉 因为吃饭就睡觉 再就是习惯 习惯要睡觉 你习惯这个时候睡觉 你天天到那时候要睡 不睡就不舒服 就是习惯来的 这样子说 我们就是按理说 我们发心出家了 因为当然就是把世界上的欲 虽然不是转了王 但是也有多少欲 但是也把它放下了 放下了出了家 你就得要想一想 想一想 就是我不要养成这个习惯 我只是吃饭了 我要睡觉 这个时候需要 这一段时间需要睡觉 其他时间不养成习惯 不养成习惯 它随顺修效圣道 随顺修效圣道的 除非你完全没有意愿 想要修效圣道 我只是学一佛法 给你讲一讲 你愿意这样的 那可以睡觉 你可以睡 但是你是有才华的人 你不是一般的人 你佛法学习好了 为你讲经说法的时候 或是你做佛学院院长 你可能做助持 这都是可能的 但是你养成了习惯 到那时候就睡觉 也要请你主持三级的时候 你怎么办 我的意思 你有病 你有病 这个身体不对 可以将就一个时期 早晨不睡上早课也可以 你有病 那么你也不上早课 不上房子都是可以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你没有告病假 你还是正常 你去上早店上晚店 不应该不须随顺大众的功课 应该随顺大众的功课 我的意思将来我重复一句 有病的你可以告假 也决定给你假 不去上早课 也不上晚课 都可以 你可以休息 可以看病 你没有告病假 没有告病 你完全要随息 你也是上早课 也上晚课 你养成了习惯了 同校一点也不感觉到难 感觉很正常 如果是平常的人 那也用不了说这些话 所谓平常这些话怎么讲 就是对教义的学习也不会有成就 更谈不到修止观 这种人不在内 我感觉我们的同校 都是超越了这个境界 最低限都可以做奖经的大法师 我感觉我们这些同校 最低限都做个奖经的大法师 那么最好可以得识参巴定 都有这个能力的 有这个堪能性 你不是平常人 但是就是利利运转作义 你要强排自己 不是人家利规矩强排你 不是 是你自己强排你自己 改变过来 就是习惯嘛 我天天这时候起来 习惯了自然就起来 不需要打满 他这时候就醒了 时长的时候很少 自然是这样子 所以利利运转作义 这是出发心的时候 你一定要受这个苦 当然这不是很久 你拿吃午来说 就三天 三天也得不舒服 原来是晚间吃东西 会员间晚间不吃东西 顶多三天就不舒服 第四天就没死 就习惯了 不吃饭没有什么 尤其是你看人家打恶气的人 七天都不吃东西 都算 他能忍受这个事情 我们更应该要忍受这一点 所以这个 伺底 违背了习惯 你就不舒服 那你要忍受这一点 过了一个时期就好了 就是改变成另一个习惯 就像你从台湾来到了美国 这时间不对 什么都不舒服 但是过了多少天 你就正常了 从美国到台湾也是一样 而现在你早晨起来 上早店上午 那一样也是一样 养成的习惯没什么 我曾经说过多少次了 这个静坐这件事 只是初开始的时候 有点问题 第一个问题 腿子痛 其实这个腿子痛 还容易过去 最难的就是挑心 叫它能够止 能够关 这个地方也得难 但是现在 并不是说 我们没有走过这条路 像这个仇灵 很可恐怖 也不是这种境界 佛菩萨已经告诉我们 这条路怎么走 我们已经有了方法了 方法了 你照这条路走 也就一定是会成功的 顶多有的时候 有的困难 它也有办法解决困难 解决这困难的 如果你静坐成功了 心情快落 没有 任何烦恼都没有 就是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所以轻慢我一下 心里不在乎 没什么事 你赞叹我 心里也没什么事 这是心里面 心里面很自在 要是你不修止观不行 有一点不如意 心里面贪烦恼 成本疼痛来了 就很苦 要很努力的修止观 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什么事没有 而还有一件事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 你常常修止观 你对于经论上的深意 你容易理解 不是很难的事情 就是那段文不容易解释 但是你也能过得去 能把它讲得好一点 说是有参考书 当然我看看他的 也是对的 也不必高慢 不看别人的智慧 别人也参考 但如果有的时候 没有的参考 你看他的诸解 他诸解也没解释 那怎么办 但你要常修止观 这不同 你就会出来一个 你一静下来 心里想一想 就出来一点智慧 这段文就过去了 还不是说你有成功了 成为圣人 就是常常修止观 有多少相应 就会有这种看交 所以应该努力地 去随顺大众的功课 你不要偷懒 不要偷懒 你还要到大众去 去随顺做功课 初开始是这样子 如果是你要得到 未到地定的时候 随时大众做功课 也得不合适量 因为大众做功课 挺多一直想做两个钟头 最多是这样子 但是要得到未到地定 这是情形不同 情形不一样的 所以这上面说 就是 远离一切 远无无际 所有作义 其实这句话也不容易 如果你只管没有点相应 你能远离 远无的作义 这不容易的呀 休息一切 其性是善 能引毅力 定地作义 那这很明显的 是他修止观量 修舍魔陀作义 修批不舍弄的作义 那就是定地作义 既定之良 定之良 就是其他的安住境界 修教悟欲切 这些隐私质量 正之而助这些事情 定地的质量 加行作义 加行实在就是 奴隶的意思 作义 不为无益言论 激恶寻失之所有道 不为无益的言论 说这样的言论 不会引种种的功德 没有利 没有好处 激恶寻失 就是言误的寻失 贪真识的寻失 欲寻失 慧寻失 亥寻失 亲礼寻失 国土寻失 八种寻失 这位菩萨 他在大众里面也好 他自己单独住也好 他没有这些事情的摇乱 他内心里面不受这些脑乱 没有 世明心砖远离 是寂静而入 这个地方说得很明白 但是这个文上说 我们看戒律上说 比丘尼亚不能一个人一个房间 不是一个人一个房间 而在比丘尼一个人一个房间 我们在律上看见这件事 如果一个人一个房间 在比丘来说 现在说转了王 那他当然是男的 是男人的 那么他要独住 独住这里面 一个人一个房间 也等于是独住 但是总是一个大房子 或者是彼此间很近 也很难说 也很难说彼此间没有往来 是不为于事 是若律一而生 洗诸 前面说是要远离 欢喜远离 那么这里边的意思 一个深远离 一个心远离 主要还是心远离 下面第二个是不洗诸 什么叫做不洗诸 是不为于事 是若律一而生洗诸 这位转轮圣王出了家以后 这个菩萨 他不是我持诸清净就满足了 他没有 不唯独在赤罗律一的清净上 生欢喜心 生满足 还不满足 那要还希望怎么的呢 是一戒住戒 一戒住戒 是清修无量菩萨当时 就是还要进一步的修修禅定 修修舍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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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戒 住戒 这个一戒应该初开始 受戒的时候 叫做一戒 以后就继续的安住一戒 那么那叫做住戒 这一戒为一子处 是清修无量菩萨当时 精进不懈怠的修修无量菩萨的等词 就是修修三昧的等词 这个等词就是平等的奢侍自己的心 这个平等叫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平等 我们曾经讲过的 平等就是你静坐的时候 你心里面不昏尘也不散乱 就叫做平等 如果昏尘了 那也不平等 如果你散乱了 也就不平等 这个时候 心里面没有昏尘也不散乱 就是要直要观 就在这个境界里面互动 那就叫做平等 这个平等 是怎么会平等的 你用止观来舍心 它才平等 那就是词 这个词 这个词就是管住它 管理它 不叫它乐规 那么叫做词 这上面说 无量菩萨 修习无量的菩萨的等词 很多的等词 很多的三昧 唯欲引发正德之在 这个修这个三昧 修止观这件事 目的是什么 你唯欲引发 就是你现在内心里面 还没有等词 没有三昧 我们通常说三三昧 空三昧 无愿三昧 无相三昧 你还没得三昧 这个三昧 比如说欲戒定 未到地定 或者说是未自定 然后舍戒四三 无舍戒的四空定 这都叫做舍摩托 但是主要是指舍戒四三说的 因为修止观 在舍戒四三里面最好 真超过了无舍戒四空定 无舍戒四空定都不太好 但是唯独舍戒四三最好 这个欲戒定很勉强 未到地定也可以 但是还不如舍戒四三 所以这上面说 引发正德之在 就是引致舍戒四三说的 我原来我心里面 没得到舍戒四三 但是我努力地修止观 把它引发出来 就是这样意思 研发出来以后 那只是一少分 那里边的功德 你还没完全成就 你继续地要修才能正德 得正德以后 你还没能够自在 你需要继续努力地修行 才能得自在 其中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成就了 初开始成就了舍戒出禅 我们内心里面还有很多问题 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爱 爱着出禅的三昧落 爱着这个落 爱着心 有爱着心 当然是 我得到 我得到 我有成就 你还不如我 恶见 恶慢 也有些无明 还有很多事不懂 还有很多疑惑的事情 内心里面还有这么多的烦恼 有这么多烦恼的时候 你就不自在 需要继续努力地修行 那当然最好是佛教徒 那么在这个禅定里面 修四年处 能扑出去这些烦恼 但是还没得圣道 没得圣道的时候 可是这些烦恼不动了 不服现行 这个书叫做自在 也得到神通 也能得到五种神通 那么都叫自在 这正是说初开始 用功的菩萨 他是想要得禅定 得到禅定的境界 这一段文也很好 不为于事 自私若律仪而生喜诸 以界诸界为依止 勤修无量菩萨等词 唯欲引发正德自在 看这个批勋记 菩萨等词等者 未如说言 由诸菩萨能入 要百三个地 要千三个地等 也有听说是五百三个地 或者百八三个地 这是很多的三个地 在大宝基经上 也有提到这件事 比如说是我们观蛇 在蛇这个地方 就空三美 无缘三美 无相三美 你成功了 但你也可以在 舍圣 相畏除法 眼耳必舍生意 随意哪一法 都可以做如实观 而得三个地 所以这个三美 是无量无边的 其中有一件事 就是我们说 这个功课本子 叫禅门日诵 禅门 但是我们读大博尔经的时候 就是托罗尼门 三磨地门 就是三磨地门 三磨地门 就可以说是禅门 那个地方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出禅 你得了出禅的时候 出禅就是个门 由出禅为门 可以得无量三美 在这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三美 二禅也是门 三禅四禅都是门 从这个门里面 可以入无量无边的三美 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说 勤修无量菩萨等次 就是初开始修小禅定的时候 禅定的时候 这个索严经就是个门 从索严经这里 你能得定 入于三美 这个索严经也是无量无边的 所以叫勤修无量菩萨等次 这个 有诸菩萨能入要摆三磨地 要迁三磨地等 言比不能了之 比定明居温身差别 初开始的 不要说魅德 魅德三磨地 就是已经得了三磨地 你还没得无声发言 就是已经得无声发言 都还是很多的事情不明白 所以你学了很多的 你可能得了很多的禅定 但是你得的那个禅定 它的明居温身的差别 怎么清醒 你还不知道 我们前面也曾经提过这件事 世明菩萨 无量菩萨等次 明居温身 比如说得了这个禅定 这个禅定叫什么名字 还不知道 里面的情形 你还说不明白 你有这个情形 与此清修有三位别 与此三磨地 你想要努力地用功修行 有三个阶级的差别 严引发者 位于初位 初开始的时候用功 叫做引发 你没这九心柱 你修这九心柱 那么就出来一个御几定 御几定 你可以努力地去继续进入 可以引发着位到地定 位到地定 你继续修 就可以得到初禅 初开始有个引发 位于初位 严正得着位于中位 这中间的时候 就是你这时候 所引发出来这个禅定 你成就了 在中间 你要继续努力地修行 言之在着位于后位 就是你这时候最后 这个禅定圆满了 这个初禅 你已经圆满地成就了 这是后位 那么二禅 三禅 四禅 也都是有初中后 如修是成地 也要广说 修习对之 即世间一切种清静 影之 灵本二十卷 此也 在那里有详细的解释 又诸菩萨 随处杂众 而不要为 乃至少分 不正言论 居远离处 不及少分 诸恶寻思 这是第五课 少的不正言论 诸恶寻思 分四颗 第一颗 又不要着 又诸菩萨 随处杂众 这些受了菩萨界 安住律语界的菩萨 虽然是在大众里住 随处杂众 而不要为 乃至少分 不正言论 而不欢喜 有不正言论 不合道理的言论 乃至到少分的言论 都不欢喜 少分的不正言论 都不欢喜 看这个批讯计 什么叫做不正言论呢 不正言论者为种种的倉疾 因庸歌风 亡贼 掩饰 掩当 结局等论 就是这些言论 能引无意 不如正理 顾名不正 它能引发出来 没有道理的 一些放逸的事情 不合乎 不能随顺佛法的正理 所以叫做不正言论 菩萨不说这些话 居远离处 不其少分诸恶 寻思 前面那几句话是说 在大众里面 菩萨在大众里面 他不说不正言论 居远离地处 不在大众里住 远离大众 单独在寂静处住的时候 不其少分诸恶寻思 那这个菩萨他内心里面 一少分的 言诬的寻思 都不生气 这是 不要着 下面第二课 有其回馈 或是十念 展而现行 寻遍发起猛力回馈 在上面说 他还没得圣道 但是这位菩萨 能这样用功修行 或者一个时候 失掉了正念 失掉了正念的时候 你展而现行 展师的 就有不正言论 诸恶寻思的心理活动 寻遍发起猛力回馈 利可的就发起来 很猛力的悔恨心 惭愧心 甚至我 甚深地感觉到 说这个不正言论 诸恶寻思的过失 就把这件事停止了 看这个评论 诸恶寻思者 持有八种 为欲寻思等 如舍士分时 灵本八十九卷九卷说 此能令心 流散 其诸恶不善法 故名为恶 这些言论 能使得你内心里面 动乱 流散 其诸恶不善法 你这些恶寻思 能发动有罪过的事情 故名为恶 说说回馈 身间过故 这是第三个 留诸正念 说说回馈 身间过故 谁夫斩起不正言论 诸恶寻思 而能数计 安住诚念 这位菩萨 安住律界 他说说 一次又一次地 悔恨自己的错误 发惭愧心 深深地看见他的过失 谁夫斩起 虽然是 又这样的 暂时地生起不正的言论 生起诸恶寻思 而能数计 安住诚念 很快地 是能信 安住在诚念这里 于比怀德 无福作心 他这样做 他就成就了 不再做这种不正言论 不再生起诸恶寻思 那么这叫做诸正念 看这个皮群记 安住正念 心里面就乱了 在那里吃诚 在那里活动 贪等性中 那里面是什么 不是贪 就是身 就是各式各样的烦恼 性质心 也 爬到那里面去 而能树极意念过患 但是这位菩萨 他很快地就能够意念 哎呀 我这样子做是不对的 有很多过患 还福于离滩等 安住其心 那么很快地就恢复过来 在那没有滩 没有沉 没有一些烦恼的定 在那个地方 安住其心 使命安住正念 什么叫做正念 就是没有烦恼的心 就是正念 由此因缘 令心从贪等而出 由于他有正念 有惭愧心 所以他能够 令心从贪等而出 从那个烦恼的境界里面 写得出来 既处理已成就正上 防护理 从那个贪人时的烦恼里边 处理了以后 成就了正上 就是有力量的 防护理 保护内心的清静 不再有烦恼的 清晰 更不于比 不正言论 读而寻思 随顺取入 乃至 迟成 迟成是在那个烦恼里边的活动的相报 事明于比 怀德 无辅做心 这倒是说到这个凡腐用功修行的相报 由此因缘才能拒减 由于这个硕硕回馈的关系 他就能拒减自己 拒减其实就是要塑自己 不放纵 不放纵自己的烦恼活动 是 悉居见故 说说的这样学习 要塑自己的内心 令他清静 见能如惜 诸见的 这个正好不说大话 不说我一念就 一刹多见就成佛了 不说这种话 见见的 能如惜 能够如过去的时候 于比现行 深生喜乐 在过去不修小圣道的时候 心里面有种种的恶寻思 说种种放约的言论的时候 心情快乐 过去就是这样 于比现行 深生喜乐 于今安住比不现行 现在出家了 需要圣道的时候 安住在比不现行 那个放约的言论 不正言论 和诸葛寻思 不现行了 不活动了 不显现活动 这时候对于不现行的时候 心情喜乐 一而 像以前的时候 现行的时候 深生喜乐 现在不现行的时候 深生喜乐 又能违逆 令不现其 他这个时候 常常正念有力量 违逆那些 不正言论 诸葛寻思 使令他不现其 那这件事 一定是要广学经论 你学习了 写正念的方法 也就是指观的方法 才能违逆这些 诸葛寻思 和不正言论 如果没有这些 经论上的法语 你用什么办法能违逆你 所以这个 不学习经论 你心里面很难维持正念 也从这里 感觉到很多的问题 也能发脚有很多的问题 看这个批询记 于比现行 深生喜乐 至喜乐一而者 此说自心 眨眨眼 受落相 既眨眼 还灭 方便 散巧相 这一段文 说这两个相报 就是 没有出家的时候 心里面放逸的人 自心眨眼 爱要相 欢喜眨眼 在这里面生喜乐 的相报 既眨眼还灭 就是灭除眨眼的 诸葛寻思 的方便 什么方法能还灭 那个善巧方便的 智慧的相报 生起不正言论 诸葛寻思 明彼现行 这个现行怎么讲呢 就是生起不正言论 诸葛寻思 这就叫做 叫做现行 此眨眼 这是属于乌眼的 一切有情与笔 杂眼 长夜爱要 七相云合 这是问 这个有情与笔 杂眼 长夜爱要 在无名的长夜里边 就欢喜杂眼 它的相报是什么呢 比杂眼相 要自知已 便于而失 能得处理 那个杂眼的相报 要是自己学习了佛法 就会知道 我现在的语言有杂眼 我内心里有杂眼 便于而失 能处理 既然知道是杂眼 就从杂眼里面出来了 卸脱了 言于处理 心不安住 但是出发心的人 他的内心的程度 言于处理 心不安住 在无贪人词的境界 不能安住 他不能安住在无贪人词的心里 一步 在无贪人词的境界 心里也不生欢喜 更无意缘 唯有树极 还来取入流伞 吃城 扎眼 这个时候并没有其他的姻缘 还有第三个地方可以躲避的 更无意缘 唯有树极 唯有很快的 又回到取入流伞 吃城 扎眼的活动里面去了 又回到掩雾的地方去了 视为自心扎眼爱要像 这就是自心扎眼爱要像 或夫于比扎眼了之过患 便为额巾不应随之心转 或者是有的修行人 出家的修行人 于比扎眼了之他的过患 便为他自己就在观察自己 我怎么办 我今不应随之心转 我现在不应 我已经是出家眼了 我不应该随时的掩雾心的活动 当令自心随格而转 我应该使令我的心随顺智慧活动 说说实在安诸正见 那要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 思维 思维这个道理 安诸正见 实陵心在无贪人时的境界 在这里安诸不动 舍鼻扎眼 不令现行 汽车这些掩雾的事情 不叫他再活动 无言性中安诸爱要 在那个清静的境界里面安住 深爱要心 思维扎眼魂灭的方便三巧项 一如绝宅份说 零本五十一卷十二页 以此二项配识二句 其一影子 就是这里说这两个相报 和这个绝宅份说的 这两段文来配识 来解释这个解释 应该就明白了 又诸菩萨 于诸菩萨 一切小处 既闻你 于物大地菩萨 广大无量不可失忆 常死罪疾难 心小处 心无精具 一不确裂 这是第六颗 不清灭疾 不清世之疾 分两颗 第一颗 不不小处 幼诸菩萨 于诸菩萨 一切小处 幼 初发心的诸菩萨 于九发心的诸菩萨 一切小处 既闻已入 既听说 已入大地的菩萨 已入圣位的菩萨 这可以这么讲 有诸菩萨 就是外范位的菩萨 于诸菩萨 一小处 就是内范位的菩萨 既闻已入大地 不是德无声发言的 大菩萨 广大无量不可思议 常识最极难行 他们那些菩萨 因为学习佛法久了 修习止观久了 他们的戒律戒定会 广大无量不可思议 常识的不是短时间 最极难行消除 那个是不容易办得到的 所消的境界 心无境局 这个初发心理菩萨 听说这个境界 他心里面不害怕 一不确裂 他心里面不恐怖 哎呀我不行 我怎么能够修行这个法门 他不这样想 看这个批训记 于诸菩萨一切小处 至已不确裂者 为要菩萨 修菩萨行 诸所应小 世明小处 就是菩萨修菩萨恨 很多应该学习的事情 那就是他们菩萨所小处 此福云和菩萨所小处 究竟是什么呢 为自立处 乃至无上正等菩提 七所小处 一共有七样式是所小处 世明一切菩萨小处 如至他利品乃至菩提品诗 灵本三十五卷十六页 我们已经学过了 那个七所小处 第一个是自立处 二是立他处 三是真实义处 四是微立处 五是成熟有情处 六成熟至佛法处 七无上正等菩提处 这在前面的三十五卷 三十五卷十六页说了 已入大地菩萨正得法性发心 什么叫做已入大地菩萨 就是正得法性发心 就是他如实地正无了 诸法寄灭香 这时候的法菩提心 世明广大 正如法性发心的菩萨 叫做广大 因为第一地是无限量的境界 利安了无量众生 世明叫做无量 正真实义具足威力 你正无了第一地的时候 你有广大的威力 世明叫做不可思议 成熟至他乃至能正无上菩提 经三无数大劫 不厌生死 修行难行的波罗密多 既诸奢侍 就是四奢 世明常识 罪及难行 于此修小 世明已入大地菩萨 一切小处 要诸菩萨予如是小 一切小处 既于听闻能修小者 一切小处心生圣洁 能正直受 所以这个初发心的菩萨 听闻 这个九发心的菩萨 这种境界 这些小处 他心里面 能发心 能够深入地学习 能成就有力量的 能成就有力量的 印识 很深刻的印识 叫圣洁 能正直受 他能够欢喜地 接受这件事 而不会失掉的 叫能正直受 顾无精具 所以没有精具之心 勇猛精进地这样学习 顾不确裂 围做四念 笔记四寅 这是第二个 做正上念 前面是步步小处 这是第二个 做正上念 围做四念 他听闻了 这些大菩萨的境界 他心里面这样一念 笔记四寅 见词修小 他们那些大菩萨 他们也是人 原来也和我一样的 见词修小 住见的修小 就是达到这种 不可思议境界 余足菩萨 一切小处 这些菩萨 一切所小的境界 有广大 无量 不可思议 净身于等 诸律于界 清静 身清静 于清静 意清静 这些律于界 成就圆满 那些大菩萨 见词修小 到最后 他们成就圆满了 这个功德 我已是人 他们是人 我也是人 见词修小 决定无一 我能够发心 见词修小 也一定会成功的 这件事是决定没有疑问的 他做真上念 这叫做真上念 批寻记 笔记是人 而以是人者 始终竟要饮取有情 这个菩萨在饮取里面 姓菩萨道 饮取有情 笔有势力 能疑能了法义 修行正恒 故说是人 当得如比敬身 于等 诸力于界 成就圆满 他也是人 我也是人 他能成就这个功德 我将来也会成就 如比敬身于等 诸力于界 也能成就圆满 看这个批寻记 敬身于等 诸力于界 成就圆满 等言 等取义 敬身于等 那个等字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取这个义 也说的 由身于义 三种律义 明诸律义 就身律义 予律义 要不弃舍 既不毁犯 名为成就 你不弃舍 打不得心 你不弃舍 这些戒 能够守护这个戒 清静而不毁犯的话 名为成就 这个成就这么讲 要无穿学 既富还经 名为圆满 要无穿学 就是你不破这个戒 或者是 有失掉正念 有毁犯了 然后能够还经 又忏悔清静了你 那么那叫做圆满 那么这是 叫做正上念 这一段是不轻视自己 下面第七颗巨星游和 是 又诸菩萨 诸律义界 常察己过 不是他非 这菩萨 安住在律义界的时候 他常观察自己的过时 我的身清静 口清静 意清静 是不是有五点 不是他非 不看别人的错误 不看别人的错误 观察那办得到 博言的话也是不容易办得到的 看这个批询记 常察己过 至乌称慧心者 为一切凶暴 泛界 犯界诸有情说 从他怨害 所生重苦 现在前世 自认自在 这位 初发心的菩萨 他 一切凶暴 泛界 诸有情说 从他那里 有怨害的事情 初发心的菩萨 被这个凶暴 泛界的 有情的恼乱 有怨害 生出了很多的苦恼的事情 这些苦恼的事情 现在前的时候 自正自在 这位初发心的菩萨 自己 随顺佛法 去思维观察这件事 如实是我 至业过 这些泛界的友情 来恼乱我 不是他们的过失 是我自己 有罪过的事 才有这件事 有恶现实 制造种种的不敬业过 今受如是种种苦果 恶坚于此 无意 利苦 要不 饮着 我现在 受到凶恶 泛界有情的恼乱 使令我受着 无意利的苦 我要不饮受 浮为当来 大苦引出 我要不饮受 通他去计较 通他去 对抗 那么我又是创造了 当来大苦的因处 又照了心的业力了 世明常常己过 这句话这么讲 福至实在 我要于此大苦引法 随顺转折 便为于己 自作非爱 我要随着我的烦恼 去应付这件事 那就是我自己 给我自己 做了苦恼的事情了 便为于己 自身解佛 给自己做一个大戏佛 你造了罪 这个罪就要戏佛你 便为于己 自行怨害 非是于他 使使民 不是他非 这么讲 福至实在 自他自身中 所有诸行 一切皆用 幸苦为体 这位福至他自己 还是这样正意念 自他身中 自己的生命体 他爱的生命体里面 所有的舍受显示 就是诸行 一切皆用 幸苦为体 舍受显示 都是用苦为他的体性 坏苦 苦苦 还有一个辛苦 就是用辛苦为体性 比无知故 于我身中 幸苦体上 更争其苦 对方 那些暴恶 凶暴 犯戒 有情 他们没有智慧 比无知故 于我的身上 身体里面的 幸苦体上 更增加我的苦恼 而既有知 何以于彼 幸苦体上 更加其苦 有事因缘 于彼 有情 无损害心 菩萨如是正师 在以 亲修五想 修五种观想 什么想呢 为徐生 亲善想 就是这个 这个 凶暴 泛节有情 过去生 和我有亲后 关系的 随顺 为法想 第二个想 在里面 恶不可得 只是实际想 是法的变化 无恶想 无言想 无众生想 无受的想 无法 随身 无法想 无常想 彼此的舍受想 都是唱着 唱着声为变化的 无常想 苦想 彼此间 都是苦 都是苦恼的境界 舍受想 我要舍受 舍受正法 我要借这个机会 舍受正法 舍受正法 这个里面 也有很多的意思 就是你要做 空无相 无怨 三三昧 那么那就是 舍受想 是欲弼有情 能引一切 怨害之苦 你要做这五种想 你就能够 引受怨害的苦恼 由是因缘 无成会心 如是诸意 皆如饮品中 十 零本四十二卷六页 我们还没消到哪里 菩萨佑彼 菩萨余彼 由怀上品 法大悲固 现前发起 深怜悯心 欲遥一心 这是正面说这位菩萨 前面说这个菩萨 常茶几过 不是他非 菩萨一切 凶暴 犯戒 诸有情 说 无损害心 无称会心 菩萨余彼 由怀上品的 法大悲固 现前发起 深邻敏心 欲遥一心 凶暴 犯戒 有情 恼乱菩萨 菩萨还是发 慈悲心 要利益他 看这个批语记的解释 由怀上品 法大悲固 至遥一心 者 为诸菩萨 悲悯一切 有苦众生 菩萨对于 有苦众生 特别的悲悯 惚遇 祭拔 发菩提心 唯遇 祭拔 有苦的众生 所以 发着无上菩提心 说如是言 这位菩萨心里 他说这个话 愿恶决定当正 无上正等菩提 能做有情 一切的毅力 这个意思 成佛以后 才能做 一切有情的毅力 没有成佛的时候 这个堪能性不够 堪能性不足 能做一切 有情的毅力 毕竟 安处 究竟 涅槃 把苦恼的众生 安住在涅槃上面 即如来的广大 之中 就是无上菩提 欲发心 是 发尔 有大悲 象限 这个菩萨 这一段文 实在就是 发菩萨 菩提心的文 那么 发尔 至言地 就有 这个大悲 象限 大慈悲 的象 显现出来 以大悲法 为所受雇 明法大悲 这位菩萨 用大悲法 是他内心所领受的 所以叫做法大悲 蒙力不共 名为上品 他这个大悲心 是非常的猛 非常的有力量 是不共于其他的言地 所以叫做上品 毕竟随转 明知未怀 这个毕竟就是究竟 随转就是随顺活动 就是这个大悲心 这个大悲也是心说法 这个新王和大悲在一起 这个新王接受了这个大悲 那么常在一起 而不失坏 叫做毕竟随转 如果是发了 发了菩提心 发了七天以后 就不发菩提心了 那就不叫毕竟随转了 由此大悲 欲比有情 身心发起 七相联敏 有七种相貌的联敏心 为哪七种相呢 第一个是无畏 七相联敏 第一个是无畏的联敏 无恐怖的联敏 第二个是如礼的联敏 第三个是无眷的联敏 第四个是无求的联敏 第五个是无眼乌的联敏 第六个是广大的联敏 第七个是平等的联敏 这是七种联敏 如征上异药品中解释 灵本四十七卷九页说的 那上都有解释 四名身联敏心 又夫欲比发起 安乐异药 欲亦摇移而受于之 什么叫安乐异药 就是欲亦摇移 有种种有利益的事情 教授这个众生 四名欲摇移心 这上面说到菩萨 驻立于界的时候 有这样的境界 这可以知道 受了菩萨界的 相貌是这样的 感谢继续 diamante 点凝固 点凝固 点凝固